波雄连战为荣誉党主席 两人将分别协助其开展台湾对外交往和推动两岸关系 在党代会开幕典礼上 马英九发表了就职演说 宣誓将加强党内民主 推动年轻化等 他说 联湖五项共同愿景对两岸关系有正面作用 建议本次党代会继续列入国民党政治纲领 国共两党主办的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将继续举办 扩大参与凝聚两岸和平发展的共识 从9月10号开始 长沙警方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 以打击恶势力为首要目标的一打三整专项行动 长沙警方日前突击行动 把当地最为奢华的一家涉嫌吸毒的会所 天色会一举打掉 由于天色会只对会员开议访 而一张会员卡高达五万元 这给警方的调查取证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侦察员在经过一番周折后 终于进入了天色会会所 意外发现天色会表面看只有一个出入口 其实却暗藏着八个通道 此外天色会会所还设置了十余个电子监控探头 一有风吹草动 保安会立刻通知引金子们紧急撤离 为了一举端掉天色会这个涉毒窝点 长沙警方进行了周密部署 9月16号凌晨0点30分 从长沙市公安局治安支队 特警支队抽调的一百六十余名民警 把天色会的八个出口全部包围 将正在嗨房内狂欢的一百多名吸毒人员 一网打尽 几乎在每间报房内 半民警都发现了这样的裹盘 其中盛放的白色精状物品正是毒品K粉 而裹盘中的卡片和吸管 正是引金子们吸食毒品的工具 根据警方调查 天色会为了逃避警方打击 不接待非非典的陌生客人 此中是目前长沙市最豪华的会计 仅其中的三间VIP嗨房装修费用 就高达480余万元 配备有低音炮等高档音响设备 每间嗨房最低收费5800元 客人消费一晚往往达数万元 长沙警方目前已将涉嫌 融由他人吸毒的犯罪嫌疑人 赵某 岳某等刑事拘留 广州市民黄先生最近买了一个二手手机 拿回家一看 手机里竟然有两段很黄很暴力的校园视频 家住广州白云区的黄先生 几天前买了一个二手手机 回家捣鼓捣鼓 却发现里面居然保存着两段中学生暴力视频 扇耳光 飞踹 揪头发 围殴 画面中的这群女生说着广州话 而拍摄视频的是一名男生 一位阿姨若无其事的路过 好像也见怪不怪了 另一段视频当中 一群女生对一个女生扇巴掌 还扒她身上的衣服 感觉心里很残忍一样的 这样打人 那么多人打一个小女孩 现在好像是仇人一样打 黄先生估计 手机的前任主人很有可能也是一名中学生 这视频也许就是前机主自己拍摄的 出于好奇 黄先生上网搜了一下 这一搜发现网络上类似的暴力视频 还真不少 一般都单身子女吧 那父母就太宁爱了 所以惯才这种性格了 感觉打架很平常 这些学生暴力事件 在让人震惊之余 也提醒着我们成年人 在关心孩子们物质生活的同时 更要关心他们的精神世界 让校园远离暴力 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 稍后我们继续 感谢观看